80年代香港影坛发展的黄金时期 出现了这样一位性感佳人 初看时清纯无比 再看却又性感撩人 她就是从玉女出道 却由玉女成名的邱淑珍 在电影赤裸羔羊中 她一托成名火爆香港 成为了全香港男人的欲望 而后在电影《赌神2》中 她一袭红衣叼着扑克牌的动作 更是成为了至今无法超越的经典 从玉女到玉女坎坷成名录 1968年 邱淑珍在中国香港出生 邱淑珍的家庭条件并不好 但对于邱淑珍这个女儿 父母从未亏待过 不仅让她去学校念书 还让她参加各种培训班 而邱淑珍从小就长得漂亮 是远近闻名的小美女 每个邻居都说她将来能成为大明星 所以她从小就梦想着成为明星 可以赚大钱 到了中学以后 她这个想法就更加强烈了 毕竟十几岁的女孩子正是爱美的年纪 但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钱可以让她打扮 对美的渴望 让邱淑珍迫切地想要赚钱 所以早在16岁时 邱淑珍就开始踏足广告模特行业 因为靓丽的外形 她在圈里也渐渐小有名气 但在经过三年的摸爬滚打之后 仍然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 而邱淑珍的初衷就是想要快速成名 所以在1987年 当时19岁的她和好姐妹黄盈 一起报名了当年的香港小姐大赛 邱淑珍外形甜美 身材娇好 一参赛就备受瞩目 很快就与李美凤成了当年的热门冠军选手 但在比赛的紧要关头 邱淑珍却被一同参赛的黄盈举报 说其下巴曾经整过容 被昔日的好闺蜜在背后重伤 让邱淑珍百口莫辩 因此邱淑珍的选美比赛可以说是以失败告终 虽然比赛失利 可邱淑珍的美貌也引起了TVB的注意 所以在邱淑珍刚一退赛 就被TVB迁入麾下 之后在TVB的力捧下 邱淑珍首部影片就是和梁朝伟 曾华倩等当红影星合作的新扎师兄续集 还与梅艳芳、刘嘉玲、曾华倩、张曼玉 蓝杰英等人并称为无限九龙女 但当年的香港影坛美女卢云 邱淑珍的玉女路线也已经趋于饱和 所以尽管和众多大咖合作 可她并没有因此爆红 这时邱淑珍生命中的贵人出现了 那就是王晶 其实在邱淑珍刚参加选美比赛的时候 就被王晶注意到了 但却慢了TVB一步 而王晶对邱淑珍的迷恋并没有消退 眼看现在的邱淑珍演艺事业即将到头 王晶马上对其抛出了橄榄枝 邱淑珍当然毫不犹豫地抓住了 之后 王晶并没有让邱淑珍继续之前的玉女路线 而是转变为鬼马搞笑路线 直接出演了撞邪先生的女二号 接着又担任了最佳损友的女主角 资源一步步砸下去 但都只能持续一段时间的热度 邱淑珍依然没能大火 眼看着事业一直不顺 这让邱淑珍的重心逐渐偏移 开始专心与男友谈起了恋爱 可能是她投入了太多精力在感情里 使得富豪男友招架不住 不久两人就因为一点别扭分手了 感情和事业双双不顺 让邱淑珍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 在思考良久之后 她决定再为自己的事业努力一把 她想到了对自己轻言有加的王晶 邱淑珍开始频繁地去片场探班王晶 而此时的王晶正是事业春风得意之时 又有倾慕已久的美女主动探班 这让她开始对邱淑珍发起了猛烈的追求 不久就抱得美人归了 两人在一起后 王晶对邱淑珍的事业就更加上心了 她想 既然之前的玉女形象和鬼马精灵人设 都没能让观众印象深刻 那干脆兵行险招打造一个性感女神 紧接着 王晶就为邱淑珍量身打造了一部大尺度影片 赤裸 羔羊 为此王晶还赤巨资请来了专业团队 为邱淑珍拍摄了一组性感写真 但由于两人的关系特殊 所以即使在拍摄大尺度戏份时 邱淑珍也受到了很好的保护 坚决不露三点 这也形成了她之后昧而不俗的风格 而在电影上映之前 王晶还在报纸上公布了电影海报 发布了邱淑珍的性感照片 并且每天只移动一点点的角度 将观众的胃口调得足足的 要露不露 欲据还迎 如此猛要易出 赤裸羔羊的票房当即大卖 邱淑珍一拖成名 一炮而红 并且获得了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一跃成为了一线女星 邱淑珍受到王晶如此的力捧 让香港的娱乐记者们 嗅到了一丝不一样的信号 在记者孜孜不倦的努力之下 两人之间的恋情终于曝光 但外界的流言蜚语并没有分开两人 反而使他们爱得更加高调 之后不久 王晶花心的毛病又开始了 邱淑珍甚至从王晶的御用女主角轮眉配角 但此时 两人依然没有分手 邱淑珍虽然不甘心 可巨大的落差 让邱淑珍情绪经常失控 两人之间隔三差五就会爆发争吵 即使这样 邱淑珍也没想过离开 直到1997年 王晶出轨其他女星 被邱淑珍在酒店抓个正着 终于下定决心与王晶一刀两断 在第二天 邱淑珍就公布了两人关系的结束 小三反贝率这一消息 请客间轰动了香港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也让邱淑珍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此后邱淑珍下定决心 要洗掉自己身上艳星的标签 在童年出演的电影《愈快乐愈堕落》中 大改往日风格 以素颜短发世人 离开王晶之后 邱淑珍不仅没有一蹶不振 反而在事业上在登高峰 让等着看他笑话的人 也找不到借口攻击 1998年 邱淑珍在哥哥张国荣的介绍下 认识了他的真命天子 沈家伟 沈家伟不是圈内人 但他可不是普通人 凭借高超的经商头脑白手齐家 一手创办了IT时装 成为了80年代崛起的香港心腹 身家超10亿 可能在之前 邱淑珍并不会看上沈家伟 毕竟沈家伟的外形并不优越 而且学历也只是中学学历 除了会赚钱 其他毫无吸引邱淑珍的特质 但现在的邱淑珍已经30岁了 早就过了以貌取人的年纪 而且之前和王晶的恋爱长袍 也让他的心变得千疮百孔 此时沈家伟的出现症和时宜 沈家伟虽然是富豪 但他并不花心 性格也沉稳内敛 这让邱淑珍觉得很有安全感 在经过一年的甜蜜恋爱后 两人就开始了准备结婚事宜 尽管结婚之前 有人嘲笑沈家伟说 你老婆是王晶的小三 但沈家伟一句话就让对方哑口无言了 他回对道 能把全香港男人的欲望取了 哪怕堕落 我也快乐 之后不久 二人就在日本的彩虹大桥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轰动了整个香港 当时的盛况占据了 香港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 尽管婚礼举办得很高调 但婚后 邱淑珍就选择了吸引 不再涉足娱乐圈 而婚后的邱淑珍 也被老公沈家伟宠成了公主 当红隐退却成最富女星 虽然婚后邱淑珍退出了影坛 但之前积累的名气她也没有浪费 丈夫沈家伟公司的代言人 都是邱淑珍亲自上阵 甚至她还常年飞往欧洲等地 为丈夫公司选品 明星效应与商业头脑的结合 使得沈家伟的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在2005年时 为了让丈夫的公司更上一层楼 更是帮丈夫搭上了娱乐圈的顶尖艺人 使得沈家伟公司的商业价值迅猛提升 让邱淑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富婆 成为了香港最有钱的女星 迄今为止 邱淑珍已经吸引20多年了 婚后还生下了三个女儿 都继承了邱淑珍的美貌 一家五口生活得很幸福 她们一家都很低调 基本不会出现在媒体的镜头之下 但因为近几年 大女儿沈月似乎有往娱乐圈发展的趋势 并且凭借着靓丽的外形和妈妈 邱淑珍的名气迅速走红了 所以最近连带着邱淑珍 也经常跟着女儿一起上娱乐新闻 之前就有媒体拍到过 邱淑珍素颜出街的照片 从照片上看 邱淑珍虽然脸部略微有点浮肿 但气色还是不错的 与同龄人相比 邱淑珍保养的已经算非常不错了 而且邱淑珍的身材也保持得很好 稍微化妆打扮一下 就让网友们感觉20年前的女神又回来了 因此很多影迷都盼望着她能复出 但邱淑珍很享受现在相夫教子的生活 复出的意愿并不强烈 虽然大众对于邱淑珍不能复出而感到惋惜 但这也更加说明了邱淑珍 非常明确自己要的是什么 不会被外界所动摇 其实纵观与邱淑珍同期的香港女星 大多都感情不顺 似乎找不出比邱淑珍更加好命的 毕竟邱淑珍她结婚前生活潇洒四亿 婚后也能及时收心 相夫教子 生活幸福美满 这样的人生 不正是所有女性所向往羡慕的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